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下面再来关注一下蝙蝠侠之后 闪电侠也要换人的新闻 华纳兄弟影业的DC超级英雄电影宇宙 最近两年才凭借神奇女侠和海王起死回生 慢慢获得票房和口碑的肯定 而诸如盖尔加朵 亨利卡维尔 杰森莫马 艾兹拉米勒等演员 各自扮演的超级英雄角色也都被观众所认可 不过昨日传出消息 称片方正在考虑换掉艾兹拉米勒 找新的演员来出演闪电侠 目前片方并没有就这则消息公开表态 不过超级英雄中途换脚也不是第一次了 观众熟悉的本阿弗莱克版的蝙蝠侠 如今就已经改由罗伯特·帕丁森来出演 一段艾兹拉米勒掐女生脖子锁猴的新闻在网络上曝光 艾兹拉米勒遭到了大量的批评 随后就传出闪电侠要幻觉的消息 根据外媒的分析 负面的新闻不至于让艾兹拉米勒丢了角色 只不过是华纳本来就有重新规划 DC超级英雄电影宇宙的想法 并打算引进另一个闪电侠 沃利·韦斯特 目前闪电侠独立电影还处于开发阶段 IMDB上标注的上映日期是2022年